北京有29年历史的华人银剑工会举办热闹新春莲花晚会 现场有600多位工会成员乔领以及官员出席参加 主办单位除了准备精彩的舞龙舞师表演 还有歌唱和银财神活动相当热闹 洛杉矶华人银剑工会新春莲花晚会会场 包括600位工会成员乔领 乔委员高启正 我省中华会馆主席陈进邦 郑玛丽诺市副市长孙国泰 华裔民选官员协会会长孙王秀兰 阿罕布拉市市议员何时康 南加州中国大专院校联合校友会会长 史乃利都齐聚一堂 相当热闹 舞龙舞师表演与银财神加持 更让现场害翻天 那我们主要是由这个开发商 艺术商 然后architect engineer construction insurance bank 整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group 那今年虽然不景气 可是我们想趁这个时候 希望大家这个来高高兴兴地 来共度这个新年 国会议员赵美新 加州州议员 五国庆都来涵祝贺 富多山西办事处副处长刘克玉也带来工工程处长的色状 并对新会长刘学会表达其言 促进我们所有会员的团结合作 另外一个提供我们一个平台 让我们所有会员能够互相的交流经验 让我们的会员能够向主流社会 营建 争取营建的商机 成立于1982年的华人营建工会 虽然受到美国金融风暴拖累 但仍经常举办相关讲座 扮演华人与政府建筑资讯交流的重要角色 新年扩大举办兔年新春连环晚会 除了增加侨团间的交流 也希望借此激励会员的士气与信心 我们会是张崇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